我們也新發是台灣鳳梨酥的創始點 娃公他年輕的時候有曾經去日本學餅藝 看到西方的甜點 然後餅乾Cookie 所以說他有一天他在傳統的鳳餅改良 用西方的Cookie包裹這個鳳餅裡面的鳳梨醬 然後成為一個鳳梨酥的前身 工廠那時候在美春路做得很大 問題是做多少銷多少 很多 那時候大專商每個人都有吃到我們的東西 有在成功人做大專局現在很多人都會吃到 一千多人要送去五六個站 五六一個站兩百兩百就沒有了 很快 光成功領 大專局現在大專商很會吃 就小孩子看我們這樣做就怕了 七八點他們下課回來自動包裝機 像樓上那一台一直轉一轉 都很怕就做到怕了 很快 以前我先生在的時候很多 他小時候的時候阿公賺很多錢 錢都算不完的都放在床底下都不要算的 都用亂丟的 阿公投資的副業真的太廣泛了 投資戲院投資餐廳做國民旅館 在當時的民生的條件沒這麼好 阿公一定要做就做高檔 投資很大 然後你又收入不夠多的時候 就會漸漸的失去這些平衡 比較空空的 付債了一兩千萬 一天到晚都是為了錢 實在是很痛苦 任些小孩子回來都看了阿公這樣賺錢 我接不下去 大家在吵架我很煩啊 我跟我先生就走走走到 向他們講說像字口 我說想一想 跟我先生想一想 也不能丟著丟一個巴巴在那裡工作 也不行 其他都跑掉了怎麼辦 也是在跑回來 也是在走回來 那時候都被公公常常罵 我說他找不到錢 沒有錢可以搭 他會罵我 因為我兩家有錢 他會罵我 你看你兩家好是不是 都這樣子講我這樣 然後我說好 我就忍了 都回家跟我媽媽借錢 因為他沒有脾氣發不出來 我給他發 我給他發 我就自己在旁邊哭 哭到有時候忍到不下來 看起來會自殺掉 到了公公走的時候 我才下去工作 工作的時候才慢慢的開始有賺錢 我很拚啊 我跟他都很拚 到這個手都會痛耶 這機器見到 自己包裝機了 那天很忙 中秋節是很忙 心急 心也是急啊 工作要快點做完啦 他這樣推 不小心手把他推進去啊 好 兩隻都放掉 當下不會下來 我只有手抓著 這樣子走到醫院去耶 他們都不敢看啊 只有我在那裡抓著 那個小姐好奇怪 你怎麼那麼勇敢 你都不會痛 不會啦 你快點把我縫一縫要回家啦 快點快點 我是痛也是在工作啊 當下就回來 包一下就回來 繼續工作 怎麼吸引你 真的我很堅強 我們現在做給人家看 他們說這個生意做不起來 他的姑姑都叫他不要做了 我們做這個生意 他看不起來我們做餅 做餅要什麼時候才會有錢 一定要扛這個家 要扛起來 不能給人家說笑 看笑話 這個家 如果沒有媽媽的話 真的很難撐起來 因為我媽媽撐起了我爸爸 那後面我媽媽撐著我爸爸的一個理念 所以就這樣一直到現在這樣子 跟經濟部申請到百年老店的一個認證之後 然後在這個生意上 我們就開始有一些轉變了 因為深恆昌看到了我們 在這個時候呢 Seven也有 Seven的部分也有同時有進來 家裡小朋友喜歡吃花生醬 那剛好我們通路就覺得需要有一點東西 新東西 對 我跟他講花生醬還不錯 所以經由通路的撮合 我們就跟服員有一個戀名 可能珍珠奶茶鳳梨酥 也是因為我們的通路商 他也想試試看做這個東西 我們的珍珠奶茶蘇 可以真的感覺到它的茶的香氣 還有茶葉的感覺 我們在製作這些產品的過程跟態度 還是維持一貫一貫 爸爸阿公那時候的一個態度 不喜歡去我製作 有時候趕破的時候才去幫他們做 所以做他們會罵我 你們說在做什麼 我去搬個東西 你要搬什麼 我現在最幸福的 所以我說苦苦有值得的 現在如果他名下我都沒有東西 我只有錢在我現金的座裡 你還是兼會計是不是 兼總裁 所以你看看 vraiment 你 喜歡 在